哈囉同學 歡迎收看ASEP凱耶數學 剛剛穿個兩三件而已 這裡穿一大坨 有沒有一樣 有 你就把它想成有一個人 光溜溜的叫做X 但是他想要變成超人 他要怎麼穿變成超人呢 他要先穿個2 然後再減個5 然後再乘上-1 3分之1 然後再減掉7 他要有這麼多的步驟之後就能變成超人了 所以他要怎麼穿 我這樣講你會不會覺得我很幼稚啊 但是概念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在講這一題之前 老師有一個小小的觀念跟各位再複習一下 如果今天X他借在-5到7之間 OK 那如果老師想要乘上-2 乘上-2喔 那這裡會叫做-2X 乘上-2的時候 -5乘-2是變成正式 對不對 那記得 因為乘上-5號要轉向 可是老師的習慣 我的習慣了 我習慣由小寫到大 所以當乘-2的時候呢 我就會把-5寫來這裡 7寫去後面 因為乘上-2 他就變成正式了嘛 所以這是10 那7乘-2他就變成-14了嘛 所以老師這個版面在講什麼 講說如果同乘-2 我會把最小寫最大 最大寫最小 OK嗎 你要能接受這個寫法喔 再來 我們往下看 這個題目 他說 X借在-3到1之間 好來第一個我們一件一件穿 好不好不要太急 所以第一個乘上兩倍 那就叫做-6 第一個乘2 所以乘2就變成什麼了 2X小於2大於-6 一步一步來 因為怕你們會錯 再來就是-5 抱歉 -5 所以-5變什麼呢 2X-5 那這裡也跟著-5嘛 變-3 這裡也-5 變-11 再來乘上-1 好乘上-1 別忘記我剛剛講的喔 乘上-1之後呢 這裡就是-1倍的 2X-5 好 我說我習慣由小寫到大 所以當你乘負號的時候 -11乘負三分之十一叫做 -11乘負三分之一 它叫做正的三分之十一 那右邊的-3乘負三分之一叫做正的1 OK 請你把它左右對調一下 最後再怎樣 -7 最後再-7 所以-7就變成了 好來寫一下 -7中間是-1 乘上2X-5 再-7 它會借在哪兩個數之間 來左邊先寫 1-7 -6 再來這個叫做三分之十一 減掉7 也是三分之十一 減三分之二十一 嘛 -10 -10 好 最後 我終於著裝完畢 著裝完畢變成了誰呢 這個人就可以變成了一個 A A了 它就變成A的人了 所以 A 就界在哪裡啊 -6 到-3分之十之間 所以它的範圍就是這樣表示囉 - - -